一身輕便 面帶微笑 身穿休閒風的紫色連帽外套 搭配深紅色毛線帽出庭 華為大公主孟晚舟在律師陪同下 離開住所 精神看起來相當好 在大批媒體和保全包圍下 孟晚舟進入法庭 孟晚舟案在台灣時間3月7日凌晨 再次開庭 不過這次則花了17分鐘就結束 庭後孟晚舟律師表示 這起案件的政治性質和背後動機 都非比尋常 孟晚舟也將控告加拿大政府 侵犯她的憲法權益 而且被雙方同意延到5月8號再審 孟晚舟也獲准繼續保釋 打交因為美國的阻礙 而信同疑惑的潛在合作國家 華為又發出了一封另外的公開信 除了邀請外媒對任樂非進行採訪以外 還邀請了美國的主流媒體 在3月18日參觀華為總部 並且承擔往返的急出處 全部費用 眼看孟晚舟即將成為 中美貿易戰下的犧牲品 不過華為竟然在2月28日當天 在美國主要媒體刊登公開信 並高調邀請當地媒體 前往華為深圳總部參觀 以不要相信所有你聽到的東西 來華為看看吧為標題 呼籲讀者不要捕風捉影 更提到美國政府 對華為存在一定的誤解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關注事實的真相 華為遭到美國政府指控 為大陸政府進行間諜活動 也被外界解讀為在5G時代的來臨 試圖打壓各國棄用華為設備 不過根據大陸媒體的報導指出 華為也不甘示弱 發表重大聲明決定控告美國政府 記者成長不妥 記者成長不妥